韭菜是神奇的蔬菜 中一次可以吃十几年 不是夸大的延迟 这一次专门要说明 如何移植韭菜 让它长长久久 这是第十三年的移植了 接着要详细说明 韭菜的移植 这一次的移植 已收成两三次了 将持续的采收 三周就可以再收成 不怕夏天没有绿色的蔬菜可以吃 从外面捡回来 做粒里用的塑胶盆与铁瓦 挖起移植第十三年的韭菜 准备在移植 在盆子底下 放一两层不知不 减缓排水 韭菜很需要水 这里是移植的关键 换慢速讯的速度 看清楚 用三颗韭菜肿苗 这个是经验 无法否认 韭菜有温化的空间可以长得很好 再一次说明 用三颗椅子 韭菜是一颗分成两颗 两颗分成四颗 很快 盆子就要塞满了 把铁网固定在架子上 然后把种好的走苗盆子 一一挂在架子上 加上草木灰 生长会一大堆 它是天然甲肥 韭菜会健壮 很快就可以收成了 收成之后 赶快加上 寒淡较多的肥料 而且加上有机堆肥 很快 它开始分发了 一颗变两颗 两颗变四颗 长得更丰盛了 持续在成长当中 再度收割 整个夏天 多有绿色的食材 可以吃 蛋炒饭加韭菜 好棒 排骨 小黄瓜 韭菜温饨 滋味一绝 韭菜炒蛋 是古早味 清炒韭菜好吃 韭菜水饺 分享支持 谢谢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